如果我們的車子 加的不再是汽油 那要加什麼呢 如果我們能源的希望 就藏在台灣的深山裡頭 那又會是什麼呢 如果人類未來生活的方式 就在現今地球上 最大的城市裡 那你能想像它會是什麼樣子嗎 為什麼不管是高山或都市 甚至從飛向宇宙的太空梭 到我們口袋裡的手機 會一起發生一場能源的改變呢 大家好 我是蟲蟲 在這一集節目中 我將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什麼是燃料電池 什麼是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 是一種能直接從燃料氧化反應中 產生電力的裝置 氫就是很常見的燃料 那麼氫和氧又從何而來呢 我們都知道水其實是兩個氫加上一個氧結合而成的 它的化學式是H2O 要讓水回復成氫和氧非常簡單 只要像這樣 讓電流通過 就會從H2O變成了H2和O2 也就是氫氣和氧氣 這就是最常見的水電池反應 我們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示 水加電池等於氫加氧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水當中的氫 數量是氧的兩倍 所以在這兩端的氣體裡面 氣體體體積比較大的就是氫 而另一端呢 就是氧 那如果將這整個過程倒過來 是不是就可以從氫氣和氧氣中來產生電力呢 而唯一的排放物是乾淨的水 這就是燃料電池發電的概念 這是一套氫能燃料電池的模型組合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假設這是來自天空的太陽光 當它照射在這一組太陽能光電板上的時候 會被轉換成電能 而這邊送上來的水呢 在這裡遇到了電 就會被電解而產生兩種氣體 一是氧氣 二是氫氣 我們把我們要使用的氫氣在這個地方集中 原理了